健康2.0 凱雲培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最近是不是覺得 壓力好大 因為上頭一直催一直逼 業績要交出來 明年的計畫要交出來 預算書一大堆的事情都要做 台灣人的公時 在2020年全球統計下來 全球第四場的第四名 大家真的是用四名在拼錢 拼這個經濟等等的 而另外大陸這個更誇張了 說有一間銀行 它發給員工的禮物是什麼呢 居然是救星丸 這感覺是要大家怎麼樣 繼續做 繼續操嗎 沒有錯 大家都想說 台灣民眾已經夠 就是很牢 然後工時很高 排名全球第四 一年大概有2021個工時 僅次於第一名的新加坡 哥倫比亞跟墨西哥 排起來覺得這個排名怪怪的 但是覺得說台灣人已經很苦了 因為疫情期間到現在累積 更多人每天都在趕加班 問題據說中國這個地方更殘酷 為什麼呢 沒有關係你工作來不及 是不是很勞心很勞力 怕到時候會過勞報薪對不對 沒有關係 銀行送給你的禮 整個就是救星系列組合 除了有救星 消心痛 心痛定 然後什麼鋪耳末 然後趕快如果突然間 訴訟救星丸 據說那個行員拿到這個之後 把它PO在他們微博上面 大家兩個說這不得了 這銀行的想法是什麼 沒有關係你繼續加班 如果心痛的時候來一顆 你就可以安心囉 這太殘酷了 太殘酷了 對 但是大家不要猜猜看 就是市上很多人工時很長 可是很多人嘗到 甚至可以有一些特別的名詞 來形容他們 我來讓這個副院長猜猜看 996 886 75夜總會 還有007 觀眾朋友你也猜猜看 來 副院長幫我們猜996 886 你覺得 我本來講說007夜總會 有演過那個JESSA 你說電影是不是 996是 你猜 每天工作9個小時 每週休 每個月可以休9天 年底發6萬 發6個月行不行 對 可以 每天工作9個小時 每個月休9天 9個小時聽起來還合理的 然後886 這個福利比較好 福利比較好 對 一個8小時就好了 OK 肅清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都照我們康醫師這樣講 就真的開心了 可是事實上不是 老實說前面兩個還滿人性化的 可能跟台灣部分人的真實寫照很像 結果每天早上從9點開始工作 公過到晚上9點 然後每週上班6天 這已經很苦悶了 下面這個好一些 他早一點上班 不會也早一點下班 8點上班 8點下班工作6天 就是996跟886 這兩個還比較好想 而且一般民眾 有時候真的跟這個所相去不遠 對不對 而且都是12小時 都是12小時 已經很血汗了 但是接下來這個715跟夜總會 跟007就不得了 007我們待會兒要讓燕煥老師猜猜看 715夜總會過什麼意思 這就很妙 就是7點上班 總共要上班15個小時叫715 夜總會是什麼 晚上總是在開會叫做夜總會 夜總會 所以叫做715夜總會 難怪需要救星完了感覺是 真的是一定要救星 這工時這麼長 那007你猜 我剛才只是覺得007就是 隨時on call 你隨時工作 然後休息接到電話 是不是要立刻起來 因為這有007的感覺對不對 尤其是像詹姆士龐德一樣 是不是 對 然後那個0是不是說 0點到0點 他們就坐24小時嗎 然後坐7天 是不是 你也無休了 沒睡了嗎 是什麼意思 真的是 其實我們燕寬老師很有慧根 你想像看 詹姆士龐德有日常 好像沒有休息的時間 隨時接到任務就要出發 但是他是接任務才出發 007這一款人 他們稱之為 凌晨零時上班 到第二天零時下班 其實就是24小時上班 另外就重點就是 每週工作7天也就是沒有休息 然後隨時on call 其實我發現有些醫生也很類似 雖然他們沒有on在醫院裡面 24小時 但是他們隨時接電話 也是另類的007 其實我們有時候比較接近 那個715夜總會 但是我們應該是白總會 因為白天在開會 7點上班 工作15小時到晚上10點 所以有時候是白總會 過勞的情況還得了 那我要問副院長 你是心臟方面的專長 這些是什麼 哪一些是台灣真的有在用的 他真的可以這樣子 自己覺得不舒服就吃下去嗎 對 這些有一部分 因為中國大陸 中國他們目前是中西 都可以併用在藥品裡面 有些藥物我們知道 它可以是吃的 可是有藥物能夠到舌下 能夠到很快吸收的 大概我們目前西藥裡面 消心痛 心痛定跟富爾敏 還有塑膠救新碗都是屬於中藥 可能有參一些西藥的 但消化甘油跟台灣的 這個消化甘油是會很像 那這一瓶的消化甘油 就是耐角寧 我們俗稱耐角寧 這個消化甘油 台灣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一個里長 他也是說想說是鄉長 他想送給里民 說每一個人再買一個鍊子 掛在脖子上 我們都好朋友也說 打高爾夫球 一人送一瓶掛鍊子 掛在脖子上 如果有事就趕快拿來含 聽起來好像不錯 可是我們這邊要特別提醒 就是說不要藥物 還沒救到你 先害到你 因為我們曾經有案例 就是送來醫院 就是含了這個藥 他是沒事含到有事 因為他覺得他打球胸悶悶的 所以他就喊了 大熱天打球胸悶悶喊了 雖然說他四十幾歲 所以他也抽菸 他認為他有心血管疾病 結果打球流汗 胸悶悶的喊了 事實上有時候 他是打球的筋骨痠痛 喊了以後又站著喊了 這時候血壓掉下來 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血壓只剩八十五十 他說我喊了醫生 醫生跟我講說一顆沒效 喊兩顆 天啊 兩顆沒效 一直降 一直降 對 冒冷汗 他以為他心肌梗塞 結果所有都正常 所以這邊特別特別提醒就是說 假設你要含這樣的藥物 你第一個條件就是說你要被診斷 你真的有心血管疾病 不能送給朋友 不能自己想辦法買 對 第二個就是說 你含這個藥的時候 如果含的時候 要知道藥物有沒有過期 很簡單 你含到舌下 它會有一點藥物的特性 麻麻辣辣的 表示藥是有效的 但是對你心上有沒有效 還不知道 但至少沒有過期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很多人放到過期嗎 有 有 有 為什麼你會特別提醒這件 因為有的人給他開禮 像我們裝完支架的病人 有時候都會給他一瓶 給他一瓶提醒他說 開了以後你要注意 因為有人就習慣說 看醫師給他交代 我就說放在那裡 去到那裡 這口袋很熱你知道嗎 救命的 對 它會熱 會呼起來 原來如此 甚至它的標籤都不見了 他說這個不然民國幾年開的 保存到幾年搞不清楚 你知道嗎 所以他這個藥 千萬保存藥在不能照光 盡量不要照光 比較涼爽的地方 陰涼的地方 含這個藥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醫生的指示 假設你真的有胸悶的情況 你含這個藥會麻麻辣辣的 一定要坐著或是躺著含 因為它會降一些血壓 所以如果你站著含的話 血壓降下來 人可能甚至會昏倒 對 很多人是因為這樣昏倒 那血壓掉下來還沒有關係 問題是你掉下來受傷了 本來心臟是阻塞的 結果受傷以後變成出血 這下就麻煩 所以要注意一下 舌相如果就中醫來講 救星也是看舌相 對 如果說我們中醫來看的話 一定會先叫病人把舌頭翹起來 其實我們自己在家裡面 也可以看一下 像我自己就粉紅色 因為我比較常在運動 我們看病人 如果是有這種紫色的話 或是暗黑色的話 一般都是心臟或是血壓比較高 或是血脂肪或是三酸甘油脂 會比較高的病人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一定會叫他再去做檢查 所以主要就是看這幾條嗎 對 他有時候會一坨 這裡也可能會有 對 他還有像樹脂 都是紫黑色的 所以只要看到這個都是 我們可以診斷 可以預防 可以治療 所以我們在這邊 通常會在這邊直接放血 在舌頭下面放血 對 然後紓壓了以後 他的血脂肪他會改善 然後甚至有些中風的病人 他沒有辦法講話 我們在這邊放血以後 他隔天以後 就會簡單的講幾句話出來了 了解 所以第一步是如果自己看舌下 或家裡頭的高年級 甚至舌下有一些輕輕的狀況 可能要去心臟科做相關的檢查 千萬不要自己放血 這是專業的中醫師 才可以幫大家做的事情 那燕寬老師 因為現在人真的是壓力大 你很多跟你學氣功的學生 也是這樣 那他們情況怎麼樣 你教他們什麼功法 我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學生 大概都在40歲左右 然後他說老師我都正常上班 就像剛才素卿姐講的就是 差不多都10個小時以上 然後他們說我不抽菸不喝酒 然後就是正常上班 可是一樣有心血管的疾病 跟高血壓 我也有見過很多的學生 就長時間的工作 常常會胸悶 也有研究報告 如果我們一個禮拜做50個小時 就是一天10個小時 其實罹患冠狀心臟病的機率是1.8倍 都一直坐著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我們這個壓力為什麼對身體影響這麼大 因為壓力就相當於 皇帝內經講的干瘀 其實干瘀講的是這股氣 當我們長時間工作的時候 筋會僵硬 那筋僵硬之後 關節就會僵硬 我們的肌肉就會僵硬 那你知道我們的血管是在肌肉裡面 如果我的肌肉長時間是僵硬的話 它會壓迫到血管 所以慢慢的心血管的疾病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教大家 因為現代人都要立刻見效 馬上很快 而且最好簡單 然後還要簡單 這就很符合我現在教大家的 這個叫急掌功 這個急有打急的急 還有激盪的激的意思 這個第一個要拍手在我們的胸前 拍一下 在額頭這個地方有天目穴 拍一下 然後在我們的頭頂 我們知道這裡是有擺繪 那在氣功學裡面 這個叫做虛靈 也就是一般講的這個元神 在這個地方 拍一下 落下來 慢慢的落下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做一次 一 二 三 然後慢慢的落下 好 我現在來講這個功法的訣竅 不是這樣拍 不是這樣拍 因為要陰陽激盪 所以它一拍就要分開來 那你就會感覺到 這個手會瞬間麻一下 我們來試試看 一 二 三 慢慢落下來 這個時候很多人的手中 會帶著氣感 會麻眨 然後會有跳動 我把這個氣 鋸到我的胸口 然後再做一次 一 二 三 好 三的地方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的心筋跟心包筋 要調動起來 所以你的手不是在前面拍 你看我已經到我的額頭上面 就是百會穴的上方 那像肅氫這麼低可以嗎 每個人都做自己的100分 OK 好 肅氫已經100分了 好 這樣子一拍了之後 整個心筋 心包筋 我們這裡有內觀穴 勞工穴 整個氣就瞬間調動起來 然後慢慢的落下 機長的速度是快 落下來是慢 那等一下我們會進廣告 你可以坐在沙發上做12回合 大概12次 你會發現手中的氣感非常的明顯 然後手會脹 會麻 會熱 有戴手指的人 戒指的人 你可能會馬上感覺 這個好像拔不起來 這就代表氣血循環非常快 那這個功法是 真的對心臟的幫助非常大 所以三個地方 一個是在痰中穴 痰中穴 然後再來是額頭前面 這裡是天目穴 天目穴 然後再來是頭頂上 在頭頂 然後肌長 然後慢慢的落下 落下來要慢 慢慢的落下來 好 原本我們要進廣告了 既然彥寬老師已經 Cue了要進廣告 好 那我們就廣告回來之後 告訴大家什麼呢 其實現在日本有一種叫做 所謂幽靈血管 也就是說你的微血管 到了末梢 只有空腔裡面沒有血液嗎 怎麼會讓自己的微血管 變成蚊子管呢 又該怎麼就 馬上回來 都知道了 而且今年大家一定感受到 今年全台灣就是特別濕濕冷冷的 好幾波好幾波封面都是這樣 大家已經很怕發生心血管疾病了 結果日本又有一個名詞 幽靈血管 聽起來好恐怖啊 什麼叫幽靈血管 簡單的就說就是它消失了 怎麼會消失了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把建築物蓋好 很久沒用 台灣有很多叫做蚊子管 蚊子管 對 這些血管也是 這些血管就是像我們 有些山間的小徑 我們大馬路天天有人走 都會一直存在 可是有些山間小徑 有些山路久久沒人走 它就會不見了 就雜草重生蓋起來了 你就看不到那條管路 它也是一樣 他說我們人體的血管的網路 除了大的 然後會接小的 小的就微血管 最細最細最細的地方 甚至比我們頭髮 都還細上許多 然後可是他們觀察 發現一件事情 當人隨著老化 他的血管功能 也越來越差的時候 他們說 這些微細的血管 如果你去比 70歲的時候 只有30歲的時候的一半 當你這些血管 變成蚊子管 當它消失 變成幽靈血管之後 會發生什麼狀況 剛才凱雲有在講說 冬天怕心血管疾病 可是有些人一開始冬天 他會發現他怎麼睡 全身都是冰的 他們之前日本就有個節目 他就特別針對他們 其中一個藝人測試 那藝人只有41歲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常常到了相對冬天的時候 他是冷到睡不著 而且他覺得他一直躺 就是沒有辦法熱起來 然後他們就幫他檢查 就發現他在下肢的一些微循環 其實幾乎不見 非常非常的少 也就是他有所謂的 幽靈血管的問題 可是最重要的是 幽靈血管不是只有 在什麼時候末梢不會熱 最怕他發生在什麼 大腦跟瘴氣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覺得 怎麼這個人越來越來 個性變得很奇怪 後來去檢查才發現 他大腦有些地方的循環 其實早就出現障礙 長期累積下來 他其實是一個初期的失智症 所以你不要以為 這些血管的消失 只會讓你冰冷 消失的幽靈血管 發生在哪個瘴氣 就會影響哪個瘴氣的功能 聽起來可能還會失智 還有其他血管的問題 所以幽靈血管就是 你的血管 尤其到末梢的時候 可能只剩下空腔 不流通了 然後就像蚊子管一樣 就變好像沒有人要去 那裡該是要有人氣的 然後該是應該要流通了 卻不流通了 開始是什麼意思 有點像 這個是心臟血管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大的血管 你看大的 小的是像這樣子 密密麻麻在裡面 在1970年代 我們就有發現 這樣一個名詞 叫做X症候群 就我們的案例很多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個病人 他雖然有三高 甚至五高 三高加上抽菸 加上家族死 五大危險因子都有 我們做了以後 心臟管發現 病人 運動心臟有什麼都有問題 做下去怎麼 血管都還在 細的小的血管也在 怎麼看起來 他還是胸痛 他怎麼會 他會有五大症候群 怎麼都沒有阻塞呢 事實上很多研究發現說 是屬於微循環的障礙 就是這個微動脈 你看不到那 往上塞在這個微動脈 對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 很多的證據去看到 每一條微動脈 每個人應該有多少 但是可以知道說 這個微動脈 還有微靜脈 它是在微動脈 微靜脈之間是有 所謂的微血管的循環 就是我們下一張看到 這個微血管的循環 我們看到這張圖就知道 微動脈到微靜脈之間 它本身是有毛細血管 它的流速大概每秒 大概只有一毫米 但是它的流速的小動脈 它在靠跟小靜脈之間 這個微血管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只有一層細胞 它負責我們那些養分的交換 廢棄物的代謝等等的 動脈收縮的時候 它就進來的物質就變 血液變少 交換物質就變差了 靜脈收縮的時候 它就會讓它停留 多一點時間來交換 用這個來調節身體 所以你看到右邊這個圖 血管都還在的時候 你身體的養分 代謝肺物可以交換 但是它變成幽靈血管的時候 可能你的代謝產物變差 然後你的養分送不到 健微之助到全身去 你就知道說 你全身可能要發生問題了 天啊 所以很多人到後來 影響到它的器官 它的重要的器官 包括它的腦袋 包括五臟六腑都會 好可怕 因為感覺是大血管 大家都以為大血管沒事就沒事 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 微小的微循環 如果發生障礙的話 它沒有作用 你的養分送不到可能就出問題 所以到底對於五臟六腑的傷害是什麼 對 比如說我們中醫講的五臟就是 甘心皮肺腎 那六腑就是大小腸 胃三膠 這些叫六腑 那比如說現在心臟的話 它血液循環不好 它會造成心力不整 心腳痛或胸悶的這些問題 那像肝臟的話 可能它血液循環沒有很好的時候 它有幽靈血管的時候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腹脹 腹痛 或食慾不振的一些症狀 那像消化系統 這個消化不良的時候 這個微循環不好的時候 在消化系統它會造成消化不良 腸胃炎或是胃潰瘍 胃癌這些問題 那腦部更嚴重了 尤其是這個頭痛 頭暈 失眠 多夢 或是甚至更年長的 會有這些智力的障礙這些問題 那在腎臟也是比較麻煩 譬如說它會產生這個腰痛 血尿 或是蛋白尿的這些問題 那在生殖系統 它可能會有這些骨盆腔發炎 月經失調 或是不孕症這些情形 那微循環有障礙的人 在中醫平常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的表現上 他有沒有一些什麼特點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可能不只手腳冰冷 全身都冷氣很怕冷 還有哪些 好 像我們常常在這邊 尤其是心臟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心包筋跟心筋 我們看我們的手腕這個地方 尤其是內觀穴跟神門穴這個地方 它會變成黑紫色的 有時候是血管 那有時候是皮膚 就直接變成暗沉的黑色或紫色 那如果是像康醫師他比較健康 他其實是粉紅色 那我們就直接可以 從這裡去做按摩或是做推拿或是做刮痧 所以現在觀眾朋友在電視機前面 就可以按這個部分是不是 對 就整塊這樣子大範圍的稍微按一下就好 對 所以我們可以隨時準備一下 像這種東西 比 對 這個邊是做按摩 穴位按摩的 這邊可以做刮痧 直接刮啊 對 這個這邊尖尖的 這個在路邊買的還滿方便的 所以這邊還可以做耳朵的按摩 OK 好 那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主要是看手這個部分 然後記得可以用按的 或者是用穴位內關穴這一些來幫助他 對 或是直接刮痧 OK 好 那康醫師腦部跟腎臟方面 對 其實我們知道這微循環在全身都有 在腦部最重要就是腦下垂體的門脈 下士丘的門脈循環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腦下垂體分泌很多重要的賀爾蒙 它跟下士丘之間它的門脈循環 它會有一些神經分泌的細胞 就是控制你的賀爾蒙 所以當它的微循環障礙的時候 在我們的說法就是說 它不是日本人的講法 我們的說法認為說 它為什麼會有頭暈 頭痛 就是賀爾蒙的分泌本身出了問題 所以它的神經分泌細胞本身功能不健全 才會發生後續的問題 當然我們還是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後續發生的中風 腦梗塞等等的危險因子 還是建立在本身的危險 包括高血壓 糖尿病這些的基礎上面 好 所以如果利用在冬至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要補一下 用食補的方式幫全身整個循環變好 我們今天請到了許師傅 今天要善達人許才望師傅 要教大家做的是 食補養生鍋 冬至滋補養生鍋 你用哪一些食材 現在是有排骨 有香菇 有白木耳 洋蔥 還有海帶 海帶芽 還有那個薑這樣 你用了兩種海帶有昆布 這個昆布泡水對不對 這個昆布我們平時都是在熬湯 對 然後也用海帶芽 對 譬如說客人有時候 你這個沒有海帶 他說裝個海帶下去 了解 所以它這個湯裡面的味道 是昆布 就是海帶 的味道 然後還有香菇的香味 跟排骨的味道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因為這個主要是排骨 買回來是汆燙 然後這個香菇就是要放在冰箱 就洗乾淨之後要放冰箱 然後用水冷藏8個小時 再拿出來做菜 你放太久也不行 放太久香菇會變質 會酸掉 所以這個香菇 這個是在宋朝 斯倫 楊萬里 它就很推崇這個香菇 它很細潤 又好吃又香 就是也可以當食品 也可以當藥這樣 了解 而且你告訴我們說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這個香菇 一般我們不是說香菇有多糖體嗎 你說日本人教你怎麼樣 在日常生活當中把它萃出來 這個是因為我到日本去 因為我跟日本飯店很多主廚 我都是常常在做聯誼 然後我也常去日本 然後他就帶我去香菇的農場 然後他們社長就告訴我說 這個香菇要萃取多糖體 就是要用冷開水 冷開水 就把一次它10公克 就是盡量用小朵的 不要太大朵 小朵的 難怪這個今天是小的 小朵也比較便宜 然後就是 再來就是說它那個 你要在泡的時候 它那個滲透出來會比較快 所以就用冷開水洗乾淨 然後10公克 差不多是用60克的冷開水 然後你就用杯子把它烘起來 放在冰箱8個小時 8個小時 是10個小時左右 你就倒出來 如果像冬天你不喝冰的 你就可以加熱 去保溫一下 好 那個就是多糖體 對身體非常的好 好 許師傅的撇步 告訴大家 那我們哪一些食材要放下去 現在要像我們排骨就先放 你說這一道是有企業家 不喜歡中藥 然後你特別幫他設計的 對 因為我們做藥膳 有的客人來不喜歡吃這個 也看到中藥 有的說這個中藥吃到是不是 會瘦 會怎麼老皮膚 實際上我們是專業的 我們平時在做 都是非常安全的 好 蘇芊你看這一道 實在都很新鮮 很棒 那它到底對我們心血管的幫助 對 我覺得冬天來吃這一道 非常好 是因為其實我看許師傅 不管是用了香菇 或者是白木耳 或者是它的海帶昆布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們都富含豐富的多糖體 以往多糖體大家都覺得 就是在免疫或什麼腫瘤 事實上多糖體 它對於抗發炎很好的情況下 你要知道 血管老化的元凶叫做發炎 發炎讓你的血管變硬 血管變硬才會最後 不容易通過去 不容易通過去 你的血管才會幽靈掉 所以用這樣的多糖體 一 是可以幫你的抗發炎 保養你的血管彈性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冬天常常 大魚大肉吃很多油膩 可是多糖體 你再另外一個想法 它也是一種纖維 那這樣的纖維 可以讓你的腸道 不要把那麼多的油脂的東西 迅速的吸收進去 可以減少我們這些 包括我們血液中的這些 不好的膽固醇 不好的油脂 那這些油脂沒有那麼多 它不容易塞住 也不容易造成你的這些 循環上面的問題 所以等於是一舉兩得 所以這些 所以海帶才會是 他們中醫常說的是散結 把這個堵住的地方 就是散癒 把它散掉 OK 好 所以你看都是很棒 平常在家裡頭用得到的食材 然後來冬至滋補一下 剛剛好 那洋蔥呢 洋蔥這個應該是 在熬湯的時候 在燉排骨的時候就要下去了 因為我是要來現場 不方便 所以我就先熬 然後再把它撈起來這樣 那現在這個階段還需要下去嗎 現在可以下去了 好 所以這真的是很大的一鍋 在煮的同時 這個洋蔥主要是可以通腦 通陽通氣的 這個可以防止老人癡呆 所以洋蔥要多吃 一些辛香料 其實都對於我們的心血管有幫助 然後再來它可以提鮮提味 那葉寬老師 如果說我們現在天氣冷用暖暖包 你說有個小配包 好 這個中醫其實講說 治病先調心 我們今天很多醫師都講到了 五臟六腑 其實最重要就是微循環 所以通心器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教一招 是比古代人更好的 就是艾榮或者是艾草 然後這個是五穀雜糧 我把它放在一個布袋裡面 我把這個倒進去 把艾草或艾榮倒進布袋裡頭 然後把這個五穀 不管是米或者是大麥 小麥都可以 然後不要把它抹成粉末 要圓刻的 然後我會做什麼 我把它綁起來 你就這樣兩種就好了 最重要的是這些五穀 我會放進去微波爐 然後只要按一分鐘 那這些穀物就會發熱 那透過發熱 它就會把艾草的功效 把它散發出來 所以這個是古代的人 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以前一炒 就已經熟了 就準備吃飯 那現在我用微波爐 只要一分鐘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放哪裡 一般我們都放肚子 那這個沒有辦法放對不對 所以現在因為現在的很多人 盛氣都虛 所以你會看到 各大市場都在賣腰帶 所以你只要買一條腰帶 做什麼呢 我把它放在我後面的命門 然後就這樣子把它蓋起來 大概15分鐘 這個冷了之後就夠了 不要全天 因為它是通氣的 氣通了之後 再加上剛才教的這個拍手 它就會更快的這個效果 讓氣血循環變好 好 大追穴 就是我們在頸部後端 凸起來的那一塊 那命門穴就是我們腰部 往後的這個地方都可以放 如果你沒有做 用暖暖包也可以幫自己保養一下 現在許師傅這鍋完成了嗎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在宮廷裡頭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食材跟藥材呢 還有凱原手上這一罐 我看起來好漂亮 這又是什麼 馬上回來 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一罐到底是什麼 吳醫師你幫我們解答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 這個就是北蟲草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 東蟲夏草 那一般剛開始的話 大家都去買這個西藏的 叫做藏蟲草 可是藏蟲草實在是太高貴了 後來我們在台灣 找到非常多的一種品種 然後把它培養出來 從菌絲體裡面 然後把它種植 很多人是用培養液種植 有些人是用米下去種 有些人是用雞蛋下去種 我吃過用米種的 因為曾經有一個也是藥膳湯 然後它有放一點這種北蟲草 底下它還會有一些白米的感覺 對 這個是用雞蛋種的 而且它是吳菌氏裡面種出來的 那這個裡面我們去檢測 裡面的蟲草素 蟲草酸 還有它的甘露醇跟多醣體 其實算在台灣品種裡面 算是非常非常高的品種 所以它的效果 算不屬於這個西藏的蟲草 東蟲夏草 東蟲夏草光聽就知道說很貴 到底有多貴 那跟這個現在比較平價的 比起來是怎麼樣 一般我們買藏蟲草 我昨天在打電話問廠商 大概便宜的話大概20萬台幣 然後比較好的就是特級的 大概要90萬的台幣 一斤90萬 跟黃金剛剛好一樣的價格 驚喜人 那現在這個呢 這個大概便宜的1000 但是品質比較好的大概要3000 好 那我們現在拿到 這個是吳醫師泡給大家喝的 你看金黃色 剛剛 康醫師你說像什麼 我們在發泡定 尾巴那個雞 好金黃 喝喝看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味道怎麼樣 素卿 有一種像 部分雞湯裡面會喝到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菇的味道 金針菇加杏鮑菇的Fu 我把它講便宜的 不好意思 就很貴的Fu 沒有 沒有啦 現在比較平易近人了 很多湯裡頭可以加 已經都可以放了 因為早年我必須說 早年那種冬蟲夏草的年代 就什麼叫青康杖高原什麼 這個菌要長在蝙蝠兒的幼蟲 然後冬天是個蟲 夏天是草 然後特地要去弄 然後就很貴 貴到結果很多人就很瘋 結果去買到裡面發現 裡面灌籤 因為它太貴了 為了偷重量就灌籤 灌籤如果你在那邊煮煮煮 你就牽中毒 還不如來這一種 便宜實惠CP值高 可是必須說 因為蟲草的保養 我以前一直想說 所有的補品都是老年人吃 可是我過去看過 有兩位女明星曾經分享過 她們吃冬蟲夏草來保養 兩個都是不老大美女 一個叫做溫碧霞 一個叫做周慧銘 不過她們都不是光吃冬蟲夏草 她們只是說她們中藥補方 會用冬蟲夏草來燉湯 可是她們都還包括平常的有沒有 少油 少鹽 不曬太陽 八分保佑保濕 這些我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是 待會兒我們就分享一下雞湯 來喝一下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 冬蟲夏草的話 一斤九十萬 非常貴 這個像已經一般中藥店買得到 葉光老師你說你也會去買 然後加到湯裡頭 煮雞湯 然後剛才其實我在喝 有一個特別就是鮮 很鮮 就有點像你加味精的那個感覺 我像這樣喝 就有那個鮮的味道 然後我都是這樣加一把下去 因為現在確實這個便宜很多 OK 我這樣聞 它沒有特殊的味道 你聞聞看 對啊 它反而喝 是用熱水泡嗎 還是說要幾噸的水 熱水 熱水 所以它耐煮就對了 如果大家放到湯裡頭 也是可以的 OK 那另外那個藏紅花 番紅花 這個也是名貴的 這個一斤大概是四萬塊 這個一斤大概就四百塊 三四百塊而已 比一斤人 對 但是它一樣都會有療效 所以這個是一般我們稱作 藏紅花 其實它不是在西藏產的 它是在地中海那邊產的 可是西班牙產量比較大 所以一般我們稱作叫西紅花 又稱番紅花 這個就是川紅花 這是在新疆產的 所以這個比較便宜 但是療效都不錯 我們藏紅花跟番紅花 我們去泡的時候 也會產生類似金黃色的 如果是泡出來是紅色的 那個千萬不要喝 那個都是經過染色的 還有我們泡起來以後 我們看好像一隻喇叭一樣的形狀 它會張開 前面會張開 對 像喇叭一樣的形狀 那就是真的紅花 如果假的話 它是一整條的 然後顏色會變成紅色的 所以大家區別一下 就是說你回去泡泡看 如果是金黃色的 那就是真正的紅花 所以它泡出來就跟蟲草花一樣 這樣金黃金黃 對 是金黃色的 你說如果說蟲草花泡出來 你也看過不是這個顏色是不是 對 有比較淡的 沒有這種金黃色的 這個品種 因為我去搜尋了台灣的市場 我們發現它的蟲草素跟甘露醇 還有這些它的營養價值 多醣體的部分 它的含量特別特別的高 好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買的話 買皮靜人在生活當中保養 但是一定要買到真的才行 那開醫師你說 其實有一些實察 有一些研究已經證實了 對 其實2021年 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一些醫學家 他們在最近的一個 review的文章裡面特別提到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的微循環 其實微循環的角色 在食物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他們有做了很多的研究 發現有下列這些食物 可以供參考 包括了我們大家熟悉的銀杏 包括抗衰老 防止失智這些 山楂 人参 不過人参音樂分了很多種 中醫專家在這裡 包括了東洋参 西洋参 韓國参等等的 單参 活血化育 還有芒果 芒果這個品種 這個品種是不同的品種 因為芒果所有的水果 還是有很多的 所以不是我們台灣 常常吃的什麼艾文那些 不是 葡萄它這個葡萄是所謂的 釀酒葡萄 我們知道葡萄皮 葡萄籽 葡萄梗 這些它有一些抗氧化作用 它有一些抗凝血 活血化育的作用 還有雷公根 或是說叫假 還有假葉素 但這些食物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些食物的不是直接拿來吃的 在研究上面對我們的微循環 是有幫忙 大多數都牽涉到跟一氧化氮 或是我們比較講到比較細的 就是血管裡面的白血球 造成凝擠或吸附細胞 造成斑塊的形成有關係 血管阻塞有關係 所以哪些人要特別注意 就是底下這些人 壓力大 剛才講的氧化壓力大 包括外界壓力 或現在很多自由基 三高的病人 吃很多就會有一些 代謝性症候群 少泡澡 它本身循環不好 不運動 抽菸是不用講 喉嚨乾 應該也是跟它的水分的 水分的攝取比較少 它的代謝率會變差 白天困應該是 跟它的薪輸出量有關係 這些跟微循環障礙有關的 會產生幽靈血管的人 大家可能還是要非常提醒自己 OK 也就是說 這一些是所謂高危險群 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你去除壓力 血糖 血壓控制好 然後三三比較定時定量 多泡一點澡 多運動一下 其實相對也可以有幫忙 當然食材方面 我們還是要請許師傅教大家 我們今天許師傅 我覺得今天講得好名貴 什麼冬蟲夏草 紅花 然後這一朵是靈芝 好 待會他會好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道我們的食補 叫做什麼 然後用哪些食材 靈芝燉烏雞 就是用靈芝來燉烏骨雞這樣 然後又搭配杏鮑菇 還有單身 川雄 當歸 還有果雞子 茯苓這樣 OK 好 在烏骨雞的處理上面 有要注意什麼嗎 烏骨雞就是買回來 就把它剃乾淨之後 就切塊 然後汆燙後 再來燉湯這樣 因為我平時 這個特別講一下 巴西蘑菇是不是 對 這個是我自己的秘方 因為搭配靈芝加巴西蘑菇 是湯頭會更順 更甘醇 OK 所以巴西蘑菇就是買回來 要買台灣的 如果你有時候買來路不明 有重金屬的問題 OK 好 我們就把五穀雞放進來 我讓大家看一下巴西蘑菇 這個大概煮多久 是這個樣子 巴西蘑菇不怕燉 不怕燉 你大概放幾朵 不多 五朵 五朵 是因為你要它的味道是不是 對 因為你放太多 那個鮮味太鮮了 太甜了 OK 好 所以大概五朵左右 巴西蘑菇像一般做素食的 什麼素雞精那一類 都是用巴西蘑菇去做的比較多 好 來 那這個最重要 我們的主角 靈芝 你們平常做菜 真的是用這個嗎 對 然後用這個靈芝 然後我就用刀自己慢慢切 一片一片的削 是這樣切 沒有 我就拿著斜斜的這樣切 一片一片切 斜斜的這樣切 因為這個靈芝 在中國古代傳說是非常的多 像彭祖說活到800歲 然後他就是常常吃這個靈芝 所以他的皮膚就像青少年嬰兒一樣 再來就是有那個 像白樹樽 白樑樑 就是拖千年的靈芝來救洗鮮 現在的研究就是這個靈芝 對身體增強免疫力 然後對心血管 微血管都非常的好 再來他可以保護肝臟 那靈芝切片煮過之後 是這個樣子是不是 然後他出來的湯汁也是金黃色 也是金黃色 對 然後煮出來那個湯 你聞起來還是菇的味道 很香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把它加進來 這個就可以加進來了 OK 那我也要順 這個請教一下許師傅 為什麼這個靈芝看起來這樣 亮亮的 它是本來就這樣嗎 靈芝剛生出來 採索也是這樣很亮 但是你放酒之後有灰唇什麼 它就會慢慢霧掉了 霧掉你把灰唇擦乾淨 然後用95%的酒精 然後用棉花 就把它擦一擦就很亮了 我們消毒手是75% 然後這樣95%的酒精把它擦 它就會變亮 它也不會退色 如果沒有變亮的話呢 那個是假的 那個是不好的 所以判別真的假的95%的 這個酒精擦一下就知道了 這真的好高貴 再來 那就是杏鮑菇 OK 我也想問一下吳醫師 靈芝 靈芝我記得小時候看那個 哎呀呀有沒有 我都想唱 我剛剛一直想唱 你唱一下吧 靈芝鴨 靈芝鴨 我是靈芝小鴨鴨 就這首對我們小時候看的 然後什麼起死回生 就是好像充滿魔力一樣的感覺 它其實就是在中藝裡面 算是滋音的 滋音的 滋音它不會上火 所以它一般跟補羊滋音 要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因為又有多糖體 所以它可以提升免疫力 所以一般就是說 我們在滋音藥再加補氣藥 然後再加補羊藥以後 它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然後幫助我們比較不會感冒 或是它有一些比較 肝火比較旺的人 或是肝育氣質的人 我們常用靈芝來治這個 肝育跟肝火 了解 所以靈芝一般我們真的是少接觸 肅青你有喝過嗎 我有 因為有一陣子其實 有幾年它很紅 所以他們其實 但是我沒有看過像 許師傅這麼大朵的 因為我剛才以為它是從 賣手工藝品店的 我原本以為說 這是不是裝飾有沒有 許師傅說不是 這是他們餐廳真的切下來的 這個是因為他們在種 是用木頭去種出來 也是擺在山上 讓它自然成長的 如果用太空包的那個會苦 那個就不好 這個是會很甘 很甘甜 好 那是不是差不多煮到這樣就可以了嗎 就是讓它滾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們這一道在家裡頭也可以做 如果沒有辦法買得起靈芝沒關係 我們多加一些菌菇類的這樣對健康也很好 東令進補就要來碗靈芝燉五穀雞 用靈芝等尊貴藥材熬成藥汁 在家入口鮮美的五穀雞 不僅藥膳香氣容易 還能幫助你養心安神 義氣補血 熱熱喝一碗讓你滋補強身 廣告做好 來看 還有一些撇步 很棒的方法教大家 而且大家看看這位鞋 戴了這麼多的金牌 好 待會燕寬老師 有一些好方法教大家 馬上回來 認識燕寬老師這麼多年 他今天超開心的 跟我說我三面獎牌 可不可以掛在脖子上 說在家裡頭 你說練書法 去公園散步你都這樣 沒有 我那天蝶式100冠軍 然後回來就很開心 然後走到停車場就這樣一直 這樣走 然後就會有聲音 就很開心 然後晚上回家 我在練書法 大概到11點多 我女兒就說 爸爸你真的帶著獎牌 在練書法 我說對 你看心情多好 寫得字多漂亮 捨不得拿下來對不對 到底是什麼獎牌 好 我參加了全國分寧 錦標賽55歲組 然後我就游蝶式100 然後沒想到我還得第一名 我蝶式是今年才學半年 因為蝶式是游泳裡面 最難的一個比賽 我自己有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只有游泳 我那時候有半個月沒有練氣功 最大的差別就是 如果我沒有練氣功 續航力會不夠 就是最後衝刺 我就發現有練跟沒有練就差很多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講 這個仰式是以前我在澳洲的時候 有遇過一位奧林匹克的游泳教練 他說不管你游過比賽什麼 最後都要游仰式 他說因為我們的肌肉都是往前的 所有的訓練都往前 你看蝶式都往前 蛙式都往前 他說一定要讓肌肉放鬆 所以你要向後游200的這個仰式 其實在氣功裡面有一個功法 叫做生養法 跟它的這個意思有像 只是說生養法還會增強我們的心氣 等一下我們馬上帶著大家來練 會讓我們的心包筋會通 讓我們的心筋會通 這很適合如果你是心臟 已經知道有問題有高血壓 你不能做太劇烈的運動 這個就非常的適合 而且因為冬天游泳 很多人根本又怕說太冷 心血管的問題 我們也不建議說大家一大早去乘泳 那燕幻老師疊是100第一名 然後自由是第二名 接力第三名 所以他這麼開心 那我們今天不用到水裡去 你就教我們所謂的肝養式怎麼做 好 馬上做 你會馬上有氣感 兩腳就自然的張開 左腳往前一步的時候 把手慢慢的起來 然後做一個顫掌 到最高點的時候 顫掌就停下來 兩腳的膝蓋同時彎曲 手向後方落下來 你看這就像仰式的落下來 只是我落下來的時候要慢 然後腳收回來 換右腳跟右手 右手顫掌向上 到了最頂端停 膝蓋彎曲向後方看 手落下來 把氣收到丹田來 那我們看這個動作 當我向上伸的時候 中間的心包筋 整個氣就通了 心筋就氣通了 腋下一定要打開來 這個時候一伸展 一落下 所以我血管有一個伸展 然後有一個放鬆 所以我膝蓋要彎曲 所以這個動作 可以訓練我的血管有彈性 等一下周醫師也會補充 這個有非常重要 這個包含整個手的穴道 都會動到 然後血管有伸展有放鬆 是 好 吳醫師 所以這個動作 到底有哪些好處 它這邊刺激到我們的 這個肺 心包 心 還有這邊大腸 三膠跟小腸 所以三條陽面的筋絡 三條陰面的筋絡 都運動到了 尤其是針對心筋跟心包筋 對我們心臟的血液循環 它的效果特別的好 然後在燦漲的時候 你看我們心筋 心包筋的神門 內觀跟勞工 一直處於在震動的一個情形下 等於是一個穴位的按摩 所以對血液循環特別好 OK 我們今天講微循環 千萬不要變幽靈血管 所以運動很重要 像我們不管做任何的運動 我們都鼓勵大家 量力而為 努力去做 再來如果做完之後 有沒有哪一些還可以幫助我們 讓這個好處更延長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兩個穴位 就是說我們運動完以後 就會刮河骨穴跟太沖穴 因為河骨穴跟太沖穴 叫做開四關 全身的四個關卡 我們記得在刮沙的時候 是從近心端刮向遠心端 像河骨穴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這樣子刮 太沖穴在我們的第一長骨 跟腳的第二長骨這個地方 也是由近心端刮向遠心端 這兩個穴位剛好幫助 全身的血液循環 還有全身的免疫系統 好 吳醫師我想問 因為為什麼要用刮 如果像我們這樣子手 有點用力這樣推 不一樣嗎 也可以 因為刮還有去表層 淤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們用暗的也可以 用刮的也可以 所以就把平常大家 夏天用的刮沙板拿出來 然後這個刮大概要刮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知道刮有時候會出紗 對 一般我們不用刮到 像出紗這樣子 我們刮到皮膚層微紅 這樣子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些按摩油的話 我們把按摩油放上去 然後輕輕的刮 記得從近心端刮到遠心端 然後刮到皮膚微紅就可以了 好 那太沖穴一樣嗎 對 也是一樣 近心端刮到遠心端 然後讓皮膚層層微微的紅色 就可以了 好 燕寬老師 你持續來教我們做這個動作 我有一個疑問 你看你手落下的時候 身體會有點扭轉往後 為什麼 這個就是整個 我們的腋下這個地方 通我們的肝筋膽筋 所以向後落下來 我那天在比賽之前 其實我一直在旁邊練功 所以已經有很多人看到說 西宮老師也來參加游泳比賽 然後我練完了之後 那我正在準備要跳下水之前 其實我那時候一直在按我的河骨穴 真的就讓這個心氣能夠順 順就好了 好 所以這些好方法 學起來每天用 下次見 拜拜 讓你受的健康不負胖 快來加入 健康2.0 YouTube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觀看線上專屬課程 還有好禮送給你喔 還有好朋友 請問給你 看看 我看你 別了 你 知道